这里是肯尼亚 十五世纪明朝著名航海家郑和 将这片风光汇入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 如今每年有成千上万中国游客前往肯尼亚 飞越大洋 跨过赤道 来到这片神山 神奇的土地 感受大自然的玄妙 与东非新兴的人文气息 中国驻肯尼亚使馆 在此提醒您注意以下事项 前往肯尼亚之前 请确保您至少于十天前 接种了黄热病疫苗 年满九个月的婴儿 儿童和未满六十岁的成年人 被要求一定要随身携带 有效的国际预防接种证书 在黄热病覆盖地区停留超过十二小时的旅客 入境肯尼亚时需配合检查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游客 前往肯尼亚前需要办理电子签证 少数情况下 经肯移民局允许 可在抵达乔默肯亚塔国际机场时申请落地签证 申办落地签证 需提供回程机票 旅游行程单和地阶旅行社联系方式 如果您有兴趣在肯尼亚工作或从事经营活动 请务必遵守该国的劳动法 中国公民必须在旅行前申请工作签证 方可在肯尼亚工作 持旅游签证工作或从事经营活动 是违反肯尼亚法律的行为 请不要从事与签证类别不相符的活动 进入肯尼亚境内 请遵守所在国各项法律法规 严禁购买或持有象牙、犀牛角、野猪牙和皮毛 等野生动物制品 请务携带如植物、动物制品、塑料袋等违禁品 进入肯尼亚 该法规也适用于途经肯尼亚的旅客 旅行时请注意身体健康 保障卫生标准 不要饮用非瓶装水或将水煮沸后饮用 只在卫生达标的地方用餐 保护自己免受蚊虫的叮咬 如果你因为任何原因感到不舒服 请及时就医 请随时保持礼貌 尊重当地风俗和文化 有些地方是禁止拍照的 请在拍照前征得相关人员同意 在给当地人拍照的时候 一定要事先征得当事人同意 避免夜间旅行或独自前往偏远地区 在肯尼亚停留期间 请注意个人安全 使用安全的交通工具 如果您不确定如何保障旅行安全 请咨询您的旅行社 或咨询了解当地情况的人 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金 重要文件和贵重物品 护照及其他旅行证件的复印件 应与证本分开存放 肯尼亚全国各个国家公园 都有狮子、猎豹、长颈鹿、犀牛、大象、水牛等野生动物 在国家公园内 请严格遵守导游的指示和公园的规章制度 请在咨询导游的前提下 在指定区域内下车 在未经批准的地方下车是违法的 可能导致危险或意外的发生 在进行高风险活动和极限运动 例如热气球、蹦极、高空滑锁、浮潜等 请确保您具备从事这些活动所需的专业知识 并确保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 掌握必要的安全程序也十分重要 如对旅行社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工作存在争议 如航班延误等问题 请在法律范围内以友好方式解决 避免争端升级 如遇紧急情况 请拨打肯尼亚紧急电话999或911 也可以联系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寻求帮助 使馆领事保护电话为 加254202711222 或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 12308热线 加861012308 加861059913991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世界文化它的底色就是多样性 只有交流 只有互建 只有共存 它才是文明相处的真谛 所以我们也应该说 一本影片中文化 也应该说